是主播可以看見轎車停在路中央 車身出現多處凹陷 左前輪 左後輪更洩氣 遠處另一輛轎車 則是車頭板筋飛散 左車燈不翼而飛 現場車殼碎片四散 場面一團亂 二十七號凌晨一點多 台中市文心路與河南路 發生致起轎車碰撞意外 我知道那時候我要過 我看綠燈我要過 他就我過了 我就放了 碰撞之後他就滑到那邊去 對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跑過去 人有怎樣嗎 人是沒事 據了解雙方駕駛 疑似在變換燈號時 不慎發生擦撞 雙方發生碰撞後 造成白色轎車甩飛出去 並逆向提在路中央 動彈不得 幸好這起一晚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車禍發生的詳細原因 還有在警方調查林青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颱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 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